以驾能5D4相机为例,在稳定器关机或者待机情况下,将Micro USB插头插入抚养轴电机的接口中,再将Mini USB接口插入相机左侧的接口中,以便控制相机按键功能。 然后保持手柄稳定,切无晃动,用手轻浮相机,长按开机键3秒,启动云和2。